大家好,我張欣 很高興又有機會能夠坐在這裡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兩件事 第一個是一個好事 第二個就想跟大家聊聊天 聊聊我自己的心情故事而已 什麼好事呢? 跟大家報告 我的頻道張欣漫談到今天剛好滿三年了 哇,這三年真的不容易啊 在整個人生歷程當中 它也是占了非常大段的時間 而且這中間經歷過了非常非常多的事 一共1100天的日子 我們沒有落掉任何一天 不論經過了什麼大風大浪 停電下雨 颱風過年除夕 甚至是我退休家裡發生一些大事 我們都沒有落掉任何一天 每天準時把影片送到頻道上面來 一方面我成...那個... 實現了我自己對自己的承諾 再一方面 我覺得這個堅持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然後我們的頻道也創造了一些別人所沒有的奇蹟啊 我們在這個頻道上面 三年的時間一共發了1318支影片 平均一天是1.2到1.3支影片 這個產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創造了多少觀看數字呢 一共有9500多萬次的觀看次數 再一點點我們就能夠突破1億次的有效觀看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謝謝大家 我們常常說一支手機創造奇蹟 我想這個真的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生命上的奇蹟了吧 在過去沒有手機的年代我們都是讀書看新聞看報紙才能夠獲取外界的資訊 我們非得行萬里路才能夠勝過讀萬卷書 我們除了出去外面走走看看其他就只能從書裡面來獲取一些知識 可是有了手機之後在早期我們是一支手機把我們帶向全世界 這個手機可以讓我們走到世界各地去看看世界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讓我們能夠買到世界上每個地方的東西 可是到了現在我發現這一支手機是讓全世界都走到我這邊來 我能夠把我的想法我的甚至料理經驗分享到世界每個角落去 如果我想要賣東西我也能夠藉由這一支手機把東西賣到世界各個角落去 所以這一支手機真的改變了生活也改變了我自己 而我們的頻道在所有好朋友的關注之下也走向了第三年 明天開始我們就要走向第四年了 所以小弟真的要在這邊跟大家說一聲謝謝 很難很辛苦 有些時候真的需要堅持咬牙才有辦法撐過這三年整整的時間 也就是一千一百多天的時間 第二個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這個頻道整個三年過程當中 我經歷過了哪些大事 大家看一下我頂著這個光頭 在跟我們頻道很久的好朋友應該都知道 當我這個光頭出現的時候基本上就是又有大事發生了 我這個頻道三年前剛剛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那個時候我還在上班咧 也沒有什麼要退休的想法 我只是在人生的規劃上面希望能夠50歲退休 而49歲到的時候 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該做些什麼不一樣的事情 那個時候九月多的時候 我就毅然決然的開了這個頻道 我那個時候的頻道是完全沒有想要做料理 也沒有要做菜的喔 我那個時候頻道的口號就是聽張心說歪理 我每天就是想要把自己肚子裡面的一些想法理念 分享給各位好朋友 希望能夠把我自己的在職場上面累積的經驗 或者是我在培訓過程當中 學到的一些東西經過我自己的消化再分享給大家 因為很多人想要在職場上面學經驗 他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甚至要跌過很多焦 或者是花錢出去買課程才有可能學到 我在這個地方就能夠免費的分享給大家 這是我當初一開始設計這個頻道時候的想法 一方面是做記錄 一方面想要把我自己的想法分享給大家 很好玩吧 那個時候就是天天聽張心說歪理 我說些什麼東西呢 所以說我職場上面的經驗 所以說我的人生歷練 而我在做培訓師的時候 我那時候不是就是在公司裡面做培訓經理嗎 也做培訓部門的主管 我教的課程很多 包含人格特質分析 包含銷售技巧 說故事的技巧 成功學贏的意志 然後包含管理學 包含領導學 包含領導統一的技巧 包含時間管理 包含區域管理 甚至包含coaching skill 說故事的技巧運用故事做銷售 這都是在我以前職業生涯中 非常熱門的課程 所以我就把它通通濃縮到這裡面來 經過我自己的消化 把我自己的想法灌進去之後 變成一些那個節目 然後在我這個頻道上面做分享 結果我發現好像熱衷於聽這些東西的人比較少 雖然我每天很努力的去錄這些影片 我自己看了覺得特別滿意 但是真正能夠發揮的影響力不大 後來有一次峰迴路轉 就是我自己做菜的時候 原本想要放在我老婆的頻道上面 我老婆的頻道原本就是料理頻道 她後來不讓我放 為什麼呢 因為她覺得我做的跟她的風格不同 我就火蛋 那就把那個做菜的放到我這裡來好了 結果沒想到那一道菜 很多好朋友還反應很熱烈 因為她就講眷村菜 後來我的頻道就逐漸轉型 變成平日說歪禮 假日做料理 也就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下了班之後 我就來這邊說說我自己的想法 說說經驗 說說培訓上面的事情 說說職場 說說人生 說說養老 說說退休 說說說禮拜六禮拜天做料理 也變成了一種休閒 而做著做著做出興趣來了 更好玩的是做料理的那個時候 觀看次數就這麼高 平常講歪禮的時候觀看次數就這麼低 其實那個時候對我的心裡是有一些衝擊的 我的專業不是做料理 我專長是在講一些這些人生哲理 講一些銷售技巧 講一些管理統一 還有一些presentation skill 演講技巧 該如何訓練如何面對鏡頭 這個才是我的專業 結果我的專業反而觀看的次數比較少 做料理的觀看次數反而比較多 這我就覺得特別特別有趣了 我們要做這些影片 就是希望能夠把一些想法傳遞出去 如果沒有人看 那說著說著也就只剩下記錄和 反應自己的心情而已 所以後來就逐漸做菜做出了一些心得 做出了一些想法 或許能夠在做料理的過程當中 我能夠把一些自己的故事 把一些自己的理念 把一些人生哲學 甚至把一些眷村時候的回憶 通通灌在做料理的節目裡面 所以原本是平日說歪理 假日做料理就變成了平日做料理 假日說歪理 就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嘿做菜做菜的節目 禮拜六禮拜天維持我一定的風格 講講人格技巧 DISC MBTI 把這些東西都講一講 結果後來就逐漸演變成天天都在做料理 而想要說歪理的時候就加一個節目 想要說歪理的時候就加一個節目 所以大家才會發現我的頻道 平均一天會有1.2支影片 就是那個時候登登登登登登下來的 可是我在做這個頻道的第一年 就是2021年9月開始的時候 一直到2022年的9月 其實我都是在上班的 我都還在藥廠上班 那很多人就會想 我那個時候到底怎麼樣子 可以維持一天出一支片子呢 其實就是對自己的一個承諾嘛 公司如果有在南部需要我去出差 不管是在高雄在屏東 即使工作到再晚 晚上我一定坐高鐵回家 別人住在旅社裡面 我就不住 我寧可把那個旅社的錢省下來 反正公司幫我付高鐵費用我就回家 10點11點到家都沒關係 我就會特別請我老婆把 所有該準備好的料理菜都通通弄好 而我在回程的高鐵上面 就想一下整個做菜的流程 還有我要說的陳述的故事 然後就回到家 不管是10點11點9點 衣服還沒脫 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都還穿著襯衫 有的時候還有那一點髒 有的時候領帶都還沒有拔 或者是領帶一拔 這個扣子一解 我就開始去做菜 做完有的時候已經是11點12點 這個時候就真的要跟我們家的鄰居說一聲不好意思 當初有些鄰居在留言區裡面反映說 我們家做菜的時間太晚了 一方面很香嘛 會讓人家不容易入睡 第二個真的會有點吵啊 所以這個時候真的要跟這些鄰居好朋友說一聲不好意思 那個時候真的吵到大家 可是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早上5點多就要出門到台北上班 然後回到家都是9點以後的事情 我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 別人是朝九晚五 我的工作習慣就是朝五晚九 要做就把它做到最好 我寧可比別人早到一小時 我也絕不遲到一分鐘 我寧可挽走一些些 把所有的事情搞定 我也絕不把工作留到第二天 這就是我做私企的原則 所以那個時候還真的是咬牙堅持下來的 不管發生了什麼事 白天要演講八個小時 要連續講四天的課程 都一樣晚上回到家就是炒菜 要不然就是把我白天的一些想法 錄成節目放到頻道上面去 還不是這個樣子喔 你看晚上做完菜的時候 有的時候已經是11點半了吧 11點半了 剛好我晚餐就不在外面吃 我就回到家吃完之後 還要編影片耶 我編影片的速度 其實就是那個時候練出來的 我就強迫自己 我一支影片絕對剪不要超過五刀 咱們就是一盡到底啊 什麼話都沒有什麼NG的機會 我們家做菜也是一樣 我們就準備一份食材而已 所以沒有什麼重來失敗的機會 人家問我們說你到底重拍幾遍 可以拍成這樣 沒有重拍啊 我幹嘛浪費一個東西 我一個東西買回來 我就是做完之後全家人要吃啊 所以沒有什麼失敗的空間 也沒有什麼重來的機會 做完之後晚上11點14 然後就開始編影片 想辦法趕在12點之前 把影片給傳出去 有的時候我們家的網路壞掉 怎麼辦請我老婆開車載我 到中壢哪個地方 那個傳輸速度比較快就停在路邊 把影片趕緊上傳 那就是這樣撐下來的啊 有一兩天停電的時候 甚至我們開車跑到新竹 嘿才有辦法把那個影片給傳出去 就是這個樣子撐過來的 那過了一年之後 到了2022年的10月份 我就正式從公司退下來了 剛好公司有一個優退的方案嘛 我算一算領的這個錢啊 會比我做到60歲退休還領得多 那就沒什麼好說 剛好又符合我人生自己的規劃 我把人生分成三個階段 25、25、25年 第一個25年就是在學習 接受學校老師還有父母的教會 我們就努力把東西吸到肚子裡面來 26歲開始到50歲就是全力工作 一方面我們要多賺一些錢 把我們以前學到的東西變成錢 把時間、勞力、精力、智慧換成金錢 一方面要把我們的小孩給拉拔大 一方面要把養我們的人給養好 還有我們要把自己接下來人生所需要走 或需要花的退休金給存下來 所以把人生分成三段 我預期人生三段就25、25、25到75歲 因為75歲以後對我來說 我就不把它當成一個完整的人生了 因為那個時候自力減退 體力開始下滑 甚至有那麼一些行動不便 你也沒有辦法隨心所欲的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所以我就沒把那段人生 當作我人生的目標 所以50歲到了時候 公司剛好又碰到了這個機會 我的薪水又拉到很高的地方 算一算真的划算 那我就趕緊想盡辦法 用盡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法 拿到了優惠退休的方案跟計劃 退休來之後 那我就更如意得水了 時間也變多了 第一個為什麼退下來呢 就是2022年9月10月的時候 就是因為時間到了 跟我的規劃差不多 雖然已經超過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希望做到50歲滿我就要離職 可是天不從人願 我多做了6個月的時間才離職 但是已經非常非常接近我的人生規劃了 第二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照顧我老爸 那個時候我老爸已經93歲了嘛 老爸年紀真的已經很大 我們能陪老人家的時間不多 而且身體 我爸原本是一個軍人 他身體非常強壯 健步如飛 80歲的時候還能夠射標槍 還能夠爬山 可是體能真的下滑很快的時候 這是沒有辦法預測的 所以就照顧爸爸 變成我退休的另外一個重要的職子 第二年退下來之後 一方面我有了自己的時間 就可以跟我老婆開始 每天就可以好好做菜 這個時候時間真的就變多了 我們也開始規劃出去走走嘛 我們從來結婚之後 沒有帶老婆出國過一次 甚至連離開台灣的機會幾乎都沒有 所以退休之後 就把這些事情就一起加減給辦了 大家會發現我們頻道的風格 開始有一些轉變 就是我們做菜的時候 後面的背景已經不是燈光 有的時候會出現陽光 有的時候我們做菜會搬到院子裡面去做 然後我們也多了一些到外面探店 吃飯的那些影片 為什麼 因為有時間了嘛 帶老婆小孩一起出去吃吃飯 順便拍影片 好像也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然後我爸爸也偶爾會出現在影片當中 那個時候他還能夠炒幾道菜給我們吃 甚至在旁邊指揮我 怎麼炒怎麼炒怎麼炒才是對的 這是第二個階段的人生 我覺得那個階段的人生是特別特別幸福的 剛開始退休下來的時候 覺得時間特別多 有那麼一點點無所是從 然後對自己心裡會有一些不安 因為你真的會看到 我們真的看到那個收入是逐漸 不是收入啊 薪水是逐漸逐漸 不是薪水 我們的存款部裡面的數字是逐漸逐漸下滑 因為沒有薪水了嘛 錢就是一直支出 而這個時候我的頻道數字開始往上升之後 他真的幫我帶來了一些小小的收益 當然 我沒有把這些收益規劃在我的退休規劃裡面 所以這些收益啊 就拿來帶著大家出去吃吃東西 探店的費用 我們就不需要看別人的臉色 也不需要拿老闆的錢 或給老闆請客 然後來說老闆的好話 我們就自己吃 吃了如果好吃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 如果這個店真的不符合我們的口味 那這支影片我們就把它拿掉 反正是我自己付錢的嘛 老闆也不能說什麼 你說吃吧 但是我們不會說任何一間餐廳的壞話 因為沒有一個老闆想要做不好吃的東西給客戶 也沒有一個老闆想要做出不好吃的東西 只是跟我們的口味不合而已 只要這間店能夠開得下去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喜歡他的人 一定有老闆的堅持和辛勞在裡頭 只是和我們口味不符 那我們就把這個影片拿下來 不要放到平台上就好了 因為那個階段第二年的日子 大概也就是這個樣子給過來了 我們也開始出去旅遊 第一個回到了山東青島一方面 我們去學做菜一方面 回到我老婆的老家去探親 再來我們也到韓國去走了一趟 接受那個官方局的邀請 我們到那裡去拍了一些影片 然後我們也到了台南 到了一些民宿 到了一些飯店裡面去走走看看 那一年的時間我覺得是特別特別棒的 因為我爸爸身體還很好啊 小孩子考試也考得差不多啦 也不需要我們特別去照顧我跟我老婆 真的就能夠享受一大段退休的程度 可是事與願違到了第三年 就是2023年9月份之後 又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就是我爸爸的身體行動能力真的快速下滑 不是我跟我老婆 兩個人能夠用這種業餘人士的角度 和盡全心全力能夠照顧來的 所以我們家就邀請了另外一位外籍好朋友 到我們家裡面成為我們家族的另外一位成員 他就是阿威 我相信很多好朋友都知道 從那個時候開始有了阿威加入 我們的節目也變得更為活潑 然後我爸爸也獲得更好的照顧 但是大家會發現 我爸爸出現在螢幕裡面的機會變少了 最多的都是出現在我新鮮事的頻道裡頭 也就是他會講一些他自己過去的故事 我們也希望趁著我爸爸還有記憶 那個心情很好的 身體沒有什麼太多病痛的時候 盡量留下一些他的聲音回憶還有聲音 我們把這些東西盡量留下來 我也分享在不同的頻道裡面 所以大家會發現 這個時候走向又完全不同了 然後阿威會帶來一些東南亞的料理和我們分享 因為我們炒的菜他吃不慣 通常他會跟我請個假 或者是老闆能不能給我兩個小時的時間 他要到菜市場去買菜 因為我們這是中登市場 最容易買到這些東南亞的香料 或者是需要的食材 他就會自己去那邊買東西 兩個小時回來之後 這兩三個小時當然就是我負責照顧我爸爸了 那這是沒什麼好說的 然後一兩個小時就再讓給他 他會自己炒一些他自己想吃的家鄉菜 我相信每個人都一樣 總會在離鄉背景或者是遇到一些辛苦事情的時候 想要藉著吃來解解鄉愁 想要藉著吃來平復一下自己背景離鄉的心情 所以我們都給他最多的自由 可是他炒了之後有的時候就會拿來給我們吃啊 我們吃一吃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我爸爸吃不怪 因為他炒的都非常辣 老人家已經沒有辦法吃這麼辣的東西 可是我跟我老婆兩個吃得很開心啊 後來就變成他教我們做菜 我們就出現了很多東南亞料理的影片 我們有一些好朋友從東南亞來 有一些東南亞的那個那個開餐廳的老闆 也開始到我們的頻道裡面做做菜 然後阿薇也會指導我們做菜 為什麼 因為不能讓他出境嘛 因為這不是他的工作 他指導我們 他教我們自己做 所以大概節目型態就變了一些不同的方向 也變得更多元 當然包含了桃園市長張善政啊 或者一些那個桃園縣的縣議員 都是我們以前的好朋友 也到我們頻道上面來做他們自己的家鄉菜 當然包含一些我們那個鄰居啊 一些我們的外…不是外傢啊 大陸來的那個姐妹啊 都到我們這裡來分享一道家鄉菜 所以我們的頻道變得更多元也更好玩 這是最後這一年大概有的變化 當然我們這一年之間也去了我老家河南一趟 因為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爸爸就在四五月份的時候 今年特別交代說 我們兩個一定要幫他回老家一趟 因為他走不動了95歲 行動不方便 他叫我們兩個一定得回去一趟 要看一看他90多歲的弟弟 看一看他快90歲的妹妹 要跟他們問問好 然後要回老家看一看 幫他拍一些影片景象回來給他看 咦 我們五月的時候就藉著機會 就回到老家去走了一趟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八月的時候 不要講八月吧 七月的時候 很多好朋友如果有看我另外一個頻道 大概就知道了 我爸爸就開始住院 然後身體非常不舒服 我也在醫院照顧了快三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當然就在上個月的時候 我爸爸就離苦得樂回到天堂做他的神仙 那個時候其實是我人生上面一個非常重大的改變 我一直在想我到底頻道還要不要做下去 我到底還要不要在那段時間做菜 我那段時間到底還要不要說話 可是做菜是繼續做 因為家裡人還是要吃飯 我們不能因為有這些事情 家裡的正常生活就不運轉了 所以我們的菜還是繼續做 只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心情臉色 或者是講故事時候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很多人如果沒有常常看 感覺不出來 可是我自己會有非常明顯的感受 因為那時候心情就是不好嘛 我另外一個就是 天天都有新鮮事的頻道 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 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我都沒有維持正常的出片子 很多時候我就是出一些小短片 然後出一分鐘以內的小短片 擺在那個地方 想要藉由講一些笑話 幽默一下 一方面轉移我自己的注意力 再一方面 也讓我自己的心情變得好一些些 我總覺得 對一個老人家來說 他離開了人世 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他的後代 他的家人 能夠很快的回復到正常生活 開開心心平平安安的 把該過的日子過下去 這樣老人家在天之靈也才能夠安心 他也才能夠放心的去走他自己的 另一個旅程 我不覺得 能過世了就是旅程結束了 只是他換個方式 換個地方 換個領域去走他繼續的 或許不是人生 或許是另外的一段旅程 就是我們如何讓他們有牽掛 就是好好的把日子過下去嘛 所以那個時候我一方面是非常的悲傷 一方面就是告訴自己 我要趕緊恢復正常 我怎麼恢復正常呢 做菜的頻道繼續做 可是話我真的講不出來 很多好朋友留言跟我說 我能夠給大家最大的幫助就是 告訴大家如何照顧老人家 如何翻身如何換尿布 可是我真的不想講這些話題 因為會讓我回到過去那個不舒服的情境裡面 雖然我們刻意的去平復自己的心情 但是這些畫面就是常常會 棒一下掉到我們的腦袋裡面 棒一下掉到我們腦袋裡面去 就像昨天晚上 我也是凌晨三點多 就突然夢到我爸在樓下 因為我們一樓就是給我爸住的嘛 唯一有冷氣的就是這個房間 就現在我錄影的這個房間 我就三點趕快跑到樓下來 結果發現還是個夢 都希望他是真的 可是沒有他就是個夢 可是我就睡不著啦 我就坐在我爸的房間裡面 坐在他以前每天坐的那個椅子上 靜靜的等著 看會不會看到或感應到某些事 也沒有 可是那個情緒就會 蕩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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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蕩 蕩到低點 你說要怎麼開心得起來 不容易 話講的容易 但真的要讓自己轉念 沒那麼簡單 我也很會講這些人真大道理 我也很會安慰別人 我也知道應該趕緊振作 趕緊改變想法 但有的時候就是沒辦法 所以他說的那些 我真的沒有辦法講 我也沒有辦法長篇大論的一直講 因為我腦袋是混亂 後來就跟老婆討論了一下 我們就想也是離開一下這個傷心地吧 因為我的兩個小孩子也長大了 他們非常獨立 我真的也很感謝他們 他們如果沒有辦法獨立 我們兩個也沒辦法走 所以我們兩個就到山東去走了一趟 一方面學做菜 讓自己累一點點重新回到學校 很多反腦的事情就會被拋開了 把距離拉開一點 或許很多悲傷的心情 就比較容易平復 當然每天很忙碌學做菜 然後後段就到我老婆的山東 青島寂寞老家去探親嘛 大概就安排了一個這樣的旅程 回來之後 我們就逐漸讓生活回復到正常 所以今天啊 我想剛好藉由這個 我頻道三週年的這個日子 一方面要跟大家說一聲 特別特別的感謝 也回顧一下我頻道這三年來的變化 第二個部分就是要跟大家報告 我要回來了 我現在又要重新開始 坐在這個位置上 有機會的話就和大家聊聊天 我還是希望關注一些社會議題 希望把退休 養老 長照照照顧老人家的心情和故事 繼續在這個頻道上面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覺得這是一件對的事 也能夠為社會帶來很多正向的幫助 把我自己經歷過的事 把我周遭朋友經歷過的故事 把我讀過的一些法律 還有一些我自己人生職場上面 總結下來的精華 在這裡分享給大家 雖然它都只是我個人小小的經驗和看法而已 但我相信很多人還是可以 從我過去失敗或經歷過的例子上面 得到一些他人生上面的新想法 我覺得這樣子就夠了 所以今天想要在這裡 最後跟大家再說一聲謝謝 三年來真的不容易 不管你看過我頻道裡面的幾支影片 我都要跟您說一聲謝謝 您每一次觀看 都是那九千五百多萬次觀看裡面的其中之一 只要沒有您這次觀看 沒有各位好朋友每一次的觀看 但我頻道的這些觀看次數就累積不下來 所以真的跟大家說一聲特別感謝 我知道很多人在我影片當中知道了我爸爸的事情 他都在角落裡面 不管在世界每一個角落裡面 為我爸爸祈禱為我們祝福 我都感受到了 從今天開始我就不再討論 我爸爸四次去世的相關事情了 我希望能夠重新開始走出不一樣的人生 所以剛剛我請我老婆 又重新幫我剃了一個大光頭 我第一次在螢幕前面剃光頭的時候 就是我退休後的第一天 我也要跟大家宣布的是 我從此無法無天了 沒有任何一個法律法條可以管得到我 我就是管我自己 只要沒有違反什麼倫理道德 老子從此誰都不顧 但無天呢就是我從此沒有星期六星期天 我天天都是星期天 我天天都開心 因為我退休了 我今天又剃這一顆大光頭 我是希望把頭髮剃掉之後 看能不能把這三千煩惱絲 就是依次拋開 把接下來的人生過得更開心更愉快 很多人說未來的日子還很長 但是50歲之後的我們沒有資格說這一句話 為什麼 因為未來的日子絕對不會有過去的日子長 每過一天就是少一天 讓我們一起好好享受未來屬於自己的每一天吧 張心辦談天天都有新的事 謝謝大家 咱們下回見 拜拜